乱局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询问起队长 凶手真的是世丸队长吗 东侍郎没有再说下去 此时门外传来紧急报告 竟然在同一天内发生了三起副队长越狱事件 越狱的人包括厨森陶与吉良一鹤 小白立刻来到了曾关押厨森的牢房前 询问看守事情原委 任谁也没有想到柔弱温顺的女子竟会破牢而出 随即小白内心有了猜测 多半是世丸因在暗中使唤 他让松本回去待命 自己则要去找秘密演算算着 另一边吉良蜷缩在幽暗的地牢处 不安的埋怨起向厨森动刀的自己 忽然一道人影缓缓靠近 嘴上说着 自家的副队可真是惨得让人看不下去 来者正是世丸队长 只在吉良越狱后 东侍郎很快赶到了现场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立刻动身 果不其然让他蹲到了三番队的两边 原来是小白发现了吉良的牢房并非暴力破坏 而是有人用钥匙故意将他放住 世丸针锋相对起来 他听着小白的意思 仿佛是在说自己是故意让所有人知道是自己帮助吉良运一样